所以这个念佛功德确实不可适应 我相信那些一切的众生 也经过我们的一起念佛 也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所以感谢大家 感谢你们 是非 今天师父不讲 还不开始 只是师父说 祝大家 你们要老实念佛 我们这个时间 一天一天的过 生命一天一天的减少 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 最珍贵的时间 用在这个念佛 该放下的我们要学习要放下 不该放下的就是这句名号 那我们要分秒必争 将来我们才能够同生极乐过 只要往生西方的事情 什么都解决了 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 给大家看 念佛不是迷信 念佛是一种很好的事情 给大家鼓励 希望我们能够将来做一个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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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证明 给大家看 因为你能够证明给大家看 你能够对一个人到西方去的世界 那你想一想 等于帮助一个众生 要生死出三界 而且一生成佛 那将来他成佛 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你说功德有多大呢 所以祝大家要努力 要真的去修行 像昨天师父跟大家讲 这个业果夫人 这个丫鬟念佛往生 一年当中能够往生 说明他真的在真修 他真的在修行 我们不能重在表面上 要重在我们真正在修行 才能够会有获得利益 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语言 那就非常难得 你等到下一辈 再来学佛 再来念佛 那就很难讲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地狱很苦的 一天在地狱 人间两千七百多年 很长 为什么佛在论言经里面 把地狱的事情讲得很清楚 很详细 就是让我们要警觉 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 三恶道太苦了 所以为什么法葬比丘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头一念就告诉我们 国武恶道院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真的 人啊 容易堕落 迷惑人容易 觉悟得太难了 我们容易也被这个外面的境界被迷住了 迷了呢 我们就开始造业 造业将来又说火爆的 这个不只能开玩笑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念佛 用这句名号 来提升自己的德恨 提升自己的德行 将来能够 我们的德行 才能够带到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详 第一详 你们 我 有一详 该 我们有